你 干嘛呀 你们聊完了吗 聊完了 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 还有开工作室 真的 那太好了 你怎么说服他的 他就是个受虐体制 不习惯别人对他好 对他两句 什么毛病都没了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 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 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一个月了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 来 你坐 你坐 齐人 你先工作去吧 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啊 我是这么想的 不急 我们行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聊 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 出资会议吧 你也要参加啊 你也要参加啊 看来有些人资得多钱吧 看来有些人资得多钱吧 为什么不带我 你不会迷装啊 你不会迷装啊 再说了 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哪有时间啊 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 我有 小阳 我只有五十万 可以全部入股 算你百分之二十技术股 工资五千 提成立万算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 比如说什么 鲜华 不不不 晚风 晚风怎么样 嘘嘘你 那你说叫什么嘛 叫博元 博元行不行啊 我去上班了 干吗呀 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 我不打算 情感这种东西啊 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 那就不纯粹了 而且你的喜怒哀乐 也会跟着受影响 如果两个人 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 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 诶 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起名字嘛 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 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 事情多得很 这不由你的吗 我跟你说啊 两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 我是天才 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 我准备睡了 你自己忙活吧 和尔这都是我的活啊 我 vier 一只 所以 总乱